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认识大館,但不知道从哪开始? 一年五集的《边走边说》 我们将为你介绍这个超过170年历史的建筑群 讲述大館里建筑物的保育工作 沿途带你认识前中区警署、中央裁判司署 和早期郁多利监狱的建筑设计特色和历史故事 大家好,我是今集的主持人Alice 是大館的导想员之一 大家可能会对大館这个名字有点陌生 但其实早在1880年代的时候 报章已经称呼前中区警署为大館 甚至连附近的街坊都会叫这个俗称 大館是集警署、法院、监狱三大用途于一身的建筑群 更加在1995年的时候被列入为三项法定估计 包括前中区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监狱 事至今日,大館、古籍及艺术馆是香港至今最大型的文物保育和活化項目 今天我们会先介绍中区警署范围里面一座的警察总部大楼 警察总部大楼是1919年落成 曾经是警察总部、无线电控制室和港岛总区及交通部办公室 在我眼前上方的这个位置曾经有一个相当具代表性的长壁挂式 它就是一个老虎头标本 1915年的时候,新界一带曾经有老虎出现 在捉老虎的期间,一个欧裔和一个印度裔的警员都受伤殉职 去到后来,警队成功捉了这只老虎 而当时,这只老虎长达2.6米,重131公斤,是属于曼加拉虎 它的头被制成标本在旧香港大会堂展示了25年 后来被送到这个大楼,挂在这个位置 成为退休职员最深刻的回忆之一 我们现在眼前的这条楼梯 贯穿了大楼四层的主要通道 亦都是大楼的一个重要特色 银纳至今近百年,相当有历史价值 但是,这条楼梯栏杆的高度 未能符合现今的建筑条例 复修团队为了可以更加完整地呈现建筑物的原有面貌 以及提升原真性 他们和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最后决定以每四条为一组进行加固 加操了第四条的栏杆 亦都加强楼梯的承托力 令到现在大館的房客 可以继续使用这条历史悠久的楼梯 参观这一座一百岁的大楼 很多时,我们参观完警察总部大楼 只会记得标志性的红砖墙 但其实,我们接触到 甚至踩到的地砖都相当之有特色 就像我现在手上的这块地砖那样 它上面的图案叫做希联回文 亦都可以叫它做曲文 就在古希联时期的时候 这种图案更加是象征着团结、无限、永恒的概念 由于原装的装饰地砖已经很旧 所以团队就以相同的样式和物料 制作新砖来做替代 虽然它们看起来是由很小格的砖块组成 但是在复修的过程中 团队并不需要逐格逐格把它铺好 其实图案在生产成为新砖的时候 已经完整地砌好 整排图案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而工人只需要按位置 就可以将整幅的地砖铺在地上 提升了很多效率 下一集 我们会介绍中央裁判司署的一些趣闻和日事 检与广场走到中央裁判司署所经过的楼梯 当年因为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 令到这条楼梯曾经出现在各大报章之上 我感谢您的声明 我感谢您的帮忙 你给大小便 我们做了一个小便 是